小孩子反锁在车上 晚上呢 刚刚从美国戏谷 返台的一对夫妻 在街头下了车 却忘了把钥匙给拿下来 没有多久呢 这个车子自动反锁 被关在里头的两个小孩 一个才一岁 一个是三岁 被吓得嚎啕大哭 Ryan Can you pull that one up? Pull it out 不 他手指可能没有力气 被锁在车上的两个小孩 不停地哭 陈先生 陈太太打破了车窗玻璃 不断用英文 要三岁的儿子打开车门 Go drive a car OK You want to go drive a car? 他有点那个 他吓到了 吓到了 破 OK You can try 16个月的陈小妹妹 因为扣在安全座椅上 够不到车门锁 心急如焚的陈爸爸 陈妈妈和119人员 怕用破坏器材吓到小孩 只好不断从打破的车窗中 安抚小孩 Can you go to the front? All right Go get the wheel OK Go get the key for daddy Good job Good job Ryan 好办啊 Good job 好不容易打开车门 刚从美国戏骨返台探亲 却让一双儿女 反锁车内受到惊吓 苏星的陈爸爸陈妈妈 好心疼 我们两个都已经 Buckled up之后 然后有一部车要经过 所以就把 我太太就把门关起来 结果没想到车子还在 那个钥匙还在车子里 所以就自动锁起来了 对 它是好像十秒钟会自动 把四个车门都锁起来 对我来讲是 很久很久的时间 我很难去估算 可是我想 大概十分钟吧 被救出来的小朋友 脸上还挂着泪水 原本回台湾看爷爷奶奶的好心情 这回却因为父母的不小心 度过一个被反锁在车上的金魂夜 五线微信新闻中的容金沛林 台北报道